大家好 这是珠穆朗玛峰脚下的定日县白霸葱 这边风很大 白霸葱海拔4349米 这边属于珠穆朗玛峰山脉 好冷 我刚从日卡泽坐大巴车到了这个地方 现在是下午的5点 刮这风 就像晚上我打算先住在这个白霸葱 明天再想办法去珠峰 先去吃个饭吧 太饿了 先吃个饭 住下 问一下黄东 哪里可以拼车 要拼车不拼车去不了 找一个兰州拉面馆 最省事 这边有一些川赛馆 这边有个兰州拉面 红烧牛面30 牛面20 炒面25 吃个炒面吗 炒饭也是25 热气腾腾的炒面片25 洋葱 木耳 短菜 啥都有 青菜 这边注意吧 160 牛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牛肉 挺多的牛肉 还有西葫芦 吃饱喝足了 旅馆民宿 38元自助快餐 说现在过去多钱吗 80块钱 然后坐车呢 打开车 去做粪 到顶峰的时候我给你停 你拍照 对 今天不能看到住宿多 我不用那个房费 行行行 我的工作是以前是导游 英语导游 导游是吧 很多地方 对 真的 我给你听 我感觉挺划算的 车费加住宿180 那是整理 还有六千一百 多上去了 带大家看一下珠穆拉玛峰 现在我站的是另一个山峰 5198米的 加什么风 刚才没看见 猪木拉玛峰 有点挡住了 有点白涌 这个是加乌拉山口 5198米 和珠峰大北营差不多 这珠峰呢 看不见 五千二百多 你说就是中间那个 荣采多的地方是珠穆拉玛峰 哦 荣里面看不见 这个坡 上山下山六七十五里 这个弯道 太响了 七点一时了 这个叫扎西宗 边上有好多酒店 感觉挺划算的 明天过来还得拼车 一百块钱 等于说 我直接坐过来 花了一百八 带这个宾馆行了 明天早上可以在这个马路边上 坐景区的大巴车上去 一百二来回 这边注意珠峰还有四十六目里 现在珠峰是免票的 只需要买一个景区的大巴车 一百二就行了 旅馆好多呀 早上八点坐第一趟车上去看日出 日出的时间是早上的八点四十 你们来过这里没有 从我刚才来的那个白霸葱 它一路都是翻一个山 这个山可能盘旋在到达五千一百九十八米的地方 可以远观一下珠峰拉玛峰 今天山上有那种看不清 再下来几十公里路 就翻这么一个山几十公里路 这边有一个扎西宗文化广场 这边的牛都是随便放的 小牦牛它也不怕人 这边海拔也是四千四百多米 他们这个墙上全是牛粪 看见没有 这是牛粪堆起来的院墙 风干之后可以烧柴用 冬季这是非常重要的燃料 牛粪 我随便转一下吧 看能走到哪里去 整个村庄有好多这种宾馆 转到后面来了 刚才走的是那个主街道 我感觉我穿的有点冷 取得走到五千多米那风大的 看这牛风远墙 我什么都没叫 这也不喜喜 这么开心吗 在家走喽 好 到头了 明天我想起来了有一个大问题 好像是珠峰今天闭关了 今天下雪了 那明天早上上去不 我突然又想起来了 也不知道给牛喂点水 牛直接 喝着把这掉下来的雪水给填的 特别干净 也没啥赚的地方 好了 不走了 通装也特别安静 这些车基本上都是 这边旅游的人坐的 我住的这家有点冷 幸亏有垫入子 这边基本上都是一百多 两百多的住宿 八十块钱算便宜的了 两床被子带垫入子 应该不是很冷的 这个是藏族的风格 看这个屋顶 大街嘛 厕所也是街嘛 好了 各位 到了 珠峰脚下了 我得睡觉了 咱们下个视频见吧 休息了 拜拜 各位